槍聲一響 上半名跑者同時從起點出發 宣告二零一八亞瑟市生態路跑正式開賽 率先登場的十二公里組由來自台灣 體達的長跑好手張志全一路領先 最後以四十六分零八秒的神勇表現 拿下男子組冠軍 而女子組則是由長跑精靈蘇鳳婷 以五十六分十三秒的成績摘下後關 他前面的三公里的上坡 幾乎是剛開始是先上 然後他幾乎又有一個回轉 回轉完又再一個回轉 所以我覺得這個難度真的是算蠻難的 有啊 就是後面下坡的時候 就會開始看一下旁邊的花花草草這樣子 然後一些大自然的景觀 因為在城市裡可能跑 跑久了 你出發的時間比較晚 跑久會有車子 紅綠燈 然後空氣上的品質不好 可是在這邊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如果明年還有機會的話 會想要挑戰自己的紀錄 至於隨後登場的五公里組 雖然參賽者同樣要面對不少上坡 不過賽道長度相對親民 加上路途當中 穿插了許多與生態知識相關的小遊戲 跑者可以一邊跑步 一邊享受闖關的樂趣 也讓這次參加五公里組的最帥 女排隊長陳婉婷留下深刻印象 他就剛剛出去的時候上坡很累而已 然後遇到那個玩遊戲的地方 就還滿開心的 因為玩跑一跑 不只就一直跑 一直跑 一直跑 那也讓我們稍微休息一下玩一下遊戲 今年的生態路跑 就在這樣歡樂的氛圍當中 畫下了完美的句點 這次沒有參與到的朋友 也別太在意 因為未來主辦單位 還會持續讓這樣的生態路跑 舉辦下去 以上就是未來體育新聞 在南投的採訪報導 下集團 下集團